《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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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条问题就是 为什么神不会创造一些没用的东西 例如盲长呢? 说盲长是没用的这个说法 事实上是进化论者虚构出来的 在我们的网站里面 有很多的文章 讲到关于盲长的功用 大家应该一早要知道 盲长是有它的功用的 因为它有充足的血液供应 和它布满了淋巴组织 和你的扁桃腺相似 或者当你手指发炎的时候 你腋下的淋巴就会肿胀起来 所以盲长一定是用来对付发炎 盲长位于小腸和大腸连接的位置 不是一个偶然 因为在大腸里面有很多抑菌 但是这些抑菌进入了我们血管里面 就可以害死我们 但是小腸里面就没有菌 看下去盲长主要的功用 在我们很小就已经完结 教导我们身体分辨好和坏 以及分辨属于和不属于自己身体的东西 如果我们太早撤除盲腸 这个小朋友未来有病的机会就会高些 那些人就问 为什么盲腸会那么容易发炎 我想你都听过 我们应该要吃多些纤维 发现这个理论的就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 他发现他从来都不用帮非洲人切除盲腸 除非他们住在城市和吃英国食物 所以首先盲腸不是没用的 第二样在我们堕落的世代 大部分人都应该可以保留我们的盲腸 最后解订了大家 更強烦 大家 AMD 每周 3 4 4 5 4 5 6 8 8 感谢观看